中国人们庆祝年很长一段时间,农历正月15号才结束。 这一天就是元宵节,也是新年的第一个满面。 我最喜欢的喜苏就是吃汤圆,也叫元宵。 汤圆是用糯米粉做的,里面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馅儿。 我最喜欢的有花生馅儿和芝麻馅儿。 元宵节的时候,人们也喜欢看花灯。 花灯也有很多不同的形状,像兔子灯和莲花灯。 看花灯的时候也有一件好玩的事,菜灯米。 在灯下挂着纸条,纸条上有谜语。 猜对的人可以得到奖品。 关于元宵节的来历有这样的传说,很久很久以前,一位猎人出去打猎。 他打猎的时候,射下了一只美丽的天鹅。 猎人非常高兴,可是他哪里知道,这只天鹅是玉皇大帝的宝物。 玉皇大帝非常生气,决定正月书这一天派天兵天将把猎人的村子全部烧掉,为他的天鹅报仇。 可是猎人得到了这个消息,所以那一天,他的村子挂上了红灯笼,犯烟花,犯鞭炮。 庄出了,村子已经被烧掉了,所以那一天,天兵天将看到的时候,他们觉得村子已经着火了,所以报告给玉皇大帝。 这样,他们就避免了一场灾难。 从此以后,人们就在农与正月书后这一天,过元宵节,去元宵,光花灯,犯烟花,五龙五湿,猜灯笼。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